歡迎藍絲曼眾議員率團到臺灣 這也是今年第二個加拿大國會議員訪團 在今年 4 月第一個加拿大訪團來到總統府的時候 特別帶來一份《家中關係特別委員會》的報告 這份報告中 充分展現了加拿大國會跨黨派對臺灣的支持 今天來訪的各位議員 也都是臺灣長期的好朋友 在加拿大國會通過許多動議及報告 支持臺灣的國際參與 我要藉這個機會向各位表達誠摯的感謝 我們看到在今年 5 月的 G7 峰會上 加拿大和其他國家領袖共同發表的聲明 強調臺海的和平穩定 是國際社會安定繁榮的重要因素 6 月的時候 加拿大軍艦蒙托羅號 也和美國軍艦共同航經臺灣海峽 以實際的行動展現出 維護印太區域的自由開放決心 加拿大在新的印太戰略中 也展現出對臺亞和平穩定的重視 更提及將會持續的加強和臺灣的夥伴關係 我要再次感謝加拿大對臺灣的支持 也期待未來臺灣和加拿大的合作交流 能夠更深更廣 像是今年初 我們雙方已經共同宣布 啟動臺亞投資促進及保障協定 也就是FIPA的談判程序 我們期待透過這項協議的簽署 持續深化雙方的經貿合作關係 臺灣和加拿大在經濟領域 具有高度的互補性 加拿大不僅是CPGPP當中非常重要的成員 也是明年度的主席 我要跟大家說 臺灣已經做好準備 包括完善許多國內的法規 來遵守高標準的國際經貿規範 我希望加拿大能夠支持臺灣加入CPGPP 一起創造更大的成長及繁榮 我知道各位的此行將參訪新竹科學園區 相信對於雙方的產業合作 將會有許多的幫助 最後祝福各位訪問順利 也期待未來在各位的支持之下 我們一起促進各項的台價友好合作 讓雙方的關係不斷提升 謝謝大家